如果說下班想要出去走走的民眾 趕緊把握這一週前三天 禮拜一到禮拜三 都會溫暖如夏天 但是禮拜四又要變天轉失了 馬上帶您看到圖卡 今天騎到週三 各地大多是多雲稻晴 可以看到這個雨量圖的部分 只有東半部以及恆春半島 會有零星短暫的陣雨 至於週二 週三的部分 午後北部山區 可能也會下一點點的小雨 至於溫度的部分 其實白天都非常高 可以看到像北部地區 最高溫是可以來到29度 中南部地區也都是破三字頭的 來到32度 東部地區高溫也有27度 是將近30度 但是同時清晨的溫度也很低 也就是早晚溫差比較大 清晨的溫度 大部分都是落在20度左右 至於空曠地區 更可能會下降到14到15度 像是今天截至8點前 清晨的平地最低溫 就在苗栗大河14.7度 高雄的內門也只有15度 清晨真的是稍稍比較冷一些些 不過我們開心完 連三天都是好天氣 太陽露臉之後 禮拜四開始 東北季風就會通過增強 封面也會通過 尤其是北部以及東部地區 還有中南部的山區 雨量都會變多 可以看到這邊逐漸出現一些 藍色的點點也就是雨量的部分 像是北台灣週四的高溫 還有26度 但是一旦照了週五 高溫就只剩下18度了 至於東部地區 其實高溫也都會下降 大約是3到5度左右 而這一波東北季風 也會持續影響到下禮拜二 也就是27號 雖然說週末的時候 東北季風會稍稍減弱 我們北台灣以及東部的氣溫 可以稍稍的回溫 但是根據最新預估 週日的晚上又開始有 另外一波冷空氣增強 氣溫會再下降 再度轉冷 也就是說下週一的晚上 週二的清晨 氣溫恐怕是降到最低 可能會達到強烈大陸冷氣團的等級 所以冬天的衣服千萬先別收 這裡大家能看到 雖然說連三天的好天氣 氣溫可能會飆到三字頭 真的很熱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台灣附近的風場 是改吹南風的 所以南風水氣很多 可能會帶來豐沛的濕氣 造成濃霧的狀況 所以我們在家裡面的時候 室內的時候 你可能會出現陰涼的角落 或容易有反潮的現象 如果你想說要開窗來通風 結果反而可能會讓潮濕更加嚴重 專家就建議你最好是開關窗戶 搭配除濕機的方式 家裡才不會更加的滑溜溜 直到禮拜四要變天之前 像是金門 馬祖 以及西半部地區 夜晚跟清晨 都容易因為水氣上來的關係 有霧或是低雲的狀況 可能會影響你上班上課 行車的能見度 甚至中央氣象鼠孩臉書形容 像是開啟了霧擾模式一樣 所以總結這個禮拜 如果你要洗衣曬背 一定要把握這一週的前三天 因為太陽比較大 氣溫比較高 到了週四就會大變天 而且記得要帶雨傘 尤其是北部 以及東部地區的民眾 至於北部地區的民眾 也要注意高溫 可能會將一口氣疊近10度 週末就會稍稍回暖 但週日的晚上又有另一波 大陸冷氣團來襲 因此這一週可以說是 天氣是四段變化 你出門前一定要先看氣象 再準備要穿的衣服了 以上就是這一節的推播內容 請訂閱按讚分享 懷疑新聞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即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